因為現在面對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也持平的來說 蔡英文在這個禮拜 他的民調也是往下走的 但是大家都往下走的時候 他所表現的可能是 民眾開始覺得 選舉還有一百多天 現在一直來問這個 也是有什麼會還 不想表態也有可能 但是37.7對上27.5的時候 這個相距還有10個百分點 所以蘋果就整理了 英大勝10.2 那麼韓叫上週還下降了5.8 而且連續三週都輸蔡英文 超過10個百分點 而年輕支持度呢 辣台妹通殺 其實現在是幾乎全年齡都通殺了 而高平呢 韓更是狂跌了13.5 表示他的大本營灰修組 好 他所治理的高雄 大本營灰修組之外就算了 現在在國民黨內 其實這個火是不是慢慢的在燒 並沒有因為郭台銘的離開 而真正的團結 比如說你看這個台中 彰化 新北 這個主委都還沒有鬆口喔 另外就是郭 這個郭台銘的合作夥伴 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在這個13個大佬當中 有15個勸進郭 不是勸退郭 是勸進郭 這個難怪會講出 人在曹營新菜漢了 東昊哥 不是只有這樣子 不是只有這樣 還有更多喔 我跟你講我最近看到 我每次看到這位民班 都覺得很想笑 為什麼 這麼有喜感 因為我一定 這個因為這個話 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這個一定要推薦大家去看幾篇文章 是 第一個是你現在去看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電子報今天有一篇那個 因為 英乃金他在有個觀點嘛 你知道我們友台的主持人 趙昌康趙大哥在觀點裡面 做了一個 在那個訪問的時候講出了一個 我看了一個我嚇呆了 你知道嗎 真的叫嚇呆了 他說這31個裡面 有一個人 跟郭台銘拿的錢 第一個叫不正常 樹木很大的錢 喔 不正常樹木很大的錢 但這個錢有多大呢 那個趙昌康趙昌哥他在講說 這個錢喔 有一個人要的錢喔 比他 比如趙昌康 嗯 所有選舉 所有木的 所有花的錢都多 我的老天爺啊 那這個 你知道趙昌康趙昌哥 他是從這個市議員一路選到 市長 然後也選過立委 是 對 這 這 我看你我都呆了你了 我真的呆住 所以這個數字不是用千萬囉 應該幾億吧 億啦 億來億去喔 億來億去的喔 不是他選舉花的錢 還包括木的錢 哇 這個 所有選舉 木的 花的 這個 我剛才一直看上三一個 所以這是趙昌康 公開的在 我們可以找得到有這樣的文章 我就跟你講 你現在上周知電子報 你就可以看到 精彩吧 精彩 好啦 那這些話出來的意義是什麼 這時候人家要說我們劍鋒就要插針 這時候我們要與人為善 好不好 大家自己想 第二篇要介紹大家 大家自己想 這意義就是拿人手短嘛 或者 或者人家以前幫你那麼多 那個意義就要吃又要吃了 你還跟幫你 或者我們這樣 做人好想好想 你有收聽到哪裡嗎 沒辦法 過去三名歹歉 你現在 三名歹歉 三名歹歉 這次歹歉 所以我在想三十一個少爺是誰 要那麼大的選舉 那第二篇在上報 這個也是網路媒體 是 那那篇要看誰呢 也在這裡面叫郝龍斌 郝龍斌不是見面六次嗎 對 裡面有一句很經典的話 就是郭台銘不相信吳敦義 是 這句話也很經典 然後那個過程裡面真的很好看 那因為這是不是我們知道的 那這是記者 但是包括了剛剛所點出來的 有人拿了很多的錢 這個比較聰動 對 然後有人說 郭台銘是不相信吳敦義的 那麼如果就這樣的話 這個國民黨 到底要怎麼樣團結下去 好啦 這時候幫韓國瑜韓市長找戰犯啊 哦 因為 這個都是跟郭台銘 郭先生講話講出來的啊 要清黨嗎 現在都已經不全還要清 他已經退黨了 所以民調 剛才講民調起不來 是 那戰犯是誰 還是郭啊 因為 是郭台銘告訴趙大康嘛 是郭台銘告訴好龍斌嘛 為什麼我要這麼講 就牽涉到你剛才那個 有沒有人要拿黨權 有沒有人要拿黨權 就萬一 萬一 這個韓國瑜沒有 韓市長沒有贏 是 萬一要輸得很多 如果今天那個輸贏 PK賽的輸贏 在5%以內 叫做衰敗猶榮 嗯 萬不利呢 10幾%呢 萬不利10幾% 因為你剛才看到 調都是以10%為單位 對 連續兩週 嗯 那還是蘋果的喔 嗯 那如果那個我比較 我比較好的戴利安的 那個已經比較幾週了喔 戴利安的那個10% 是十幾 好幾週喔 是 他每半個月一次喔 那戴利安的民調 民意黨已經公佈了喔 你如果看民意黨 能不能暈倒 真的會暈倒 大家都說啦 就是說 以這樣的民調下去 不論如何 國民黨不可能換娛樂 那就像他這樣選下去 很多人講 郭台銘 切心不完 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不要幫他 自殺 變他殺 不要幫他做這種脫罪 那接下來呢 那郭台銘退選 是 韓國瑜如果選輸了 啊 戰犯是誰 是誰 你要抓韓國瑜嗎 韓粉可以接受韓國瑜是戰犯嗎 當然沒辦法 不然不行啊 那所以是 武敦義 當然是武敦義啊 因為郭台銘已經退黨了 所以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韓 第一個是郭台銘 第二個是 因為 因為郭台銘沒有回來 退散 對啊 那武敦義也是做到老冬 像到老冬 他不是努力的幫韓國瑜嗎 他努力幫 可是韓粉領情嗎 韓粉不領情啊 所以韓粉會到處找戰犯啊 嗯 我直接那麼講啊 韓粉下一個戰犯會找誰 誰 朱立倫啊 為什麼 你居然不當 他不是說成功不必載我 但是一定有我 對啊 一定有你 你居然不當韓國瑜的副手 那也就是說 現在包括 盧秀燕 王惠美或是侯友宜 到不來算 也有可能接下來 到不來算 第四號戰犯叫做侯友宜 哦 最大朱侯倫不接主委 這第四個嘛 第一個郭台銘嘛 第二個 第二個吳敦義嘛 第三個朱立倫嘛 叫你當副手 你不當嘛 退三組四的嘛 侯友宜一直快閃嘛 然後再過來看是盧秀燕 還是王惠美要當第五第六嘛 董好哥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些戰犯通通殺光光 這個黨還剩下什麼 問了咧 我也不知道剩什麼 我原來這個黨 我也不知道剩什麼 是